讀论 读论 今天懷了什么心情去参加Louisa? 当然是一个替她开心的心情 我觉得可以见证到她们 可以由初初在年轻人聊天拆出火花 到今天可以拉上天窗 好像看一部连续剧 是否揭称着火花拆出来的? 是的 你有没有关于煤的? 有粉滑线的? 就是说起这个煤人的问题 我说这两天看这个新闻报道 说六部是半个煤人 我对此是觉得有所保留 明明我也有份 而且随时我会更加大功劳 是吗? 你购得更厉害? 是的 你购得更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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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真的要说得更厉害? 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 但果然我就多说Louisa 不然她生气 我其实原来在她们这个爱情故事中 是一个桥段 就是说当初Louisa邀请Keef的时候 Keef的回答也有说过 好啊 来做节目嘉宾挺好啊 可以找FYY拍照打卡 但是原来后面 原来只不过是一个掩饰 你看到最后真正的抱得美人归 和他们递成了一个天赤良缘 全靠原来我在中间做他们的故事情节之一 是一个忍子来的 是啊 其实那一集好像是变古王的死 嗯嗯 就是她做嘉宾就是 嗯嗯 那一集没有的 没有的 就是自那集开始 所以为什么 我们年轻人聊聊天 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爱情故事的起源 你今天是指导这条子 是指导这条子 指导这条子 不是指导花球 今天没有拋花球 是啊 哎呀 为什么不为你加设这个环节 是指导的 是不是今晚 今晚就能留给你 是啊 是你设备了 嗯 我看Louisa寫的那个run down 就没见到有这个 我们稍后需要帮你表达 要不要帮你表达 要不要帮你表达 我不需要了 谢谢 我不需要了 你今天都有任务的 有啊有啊 我今天的任务 其中之一就是要为他们的opening 开幕 就是整个晚宴 同时也会中间上台说一些说话 就是说一下就是 对于他们两个这个爱情故事啊 那之后我们有些什么感受啊 还有见证着他们这样发展的这个经历是怎么样 今天哭了吗 今天没有啊我只要等到今晚先 但是 我怕如果我唱过祝贺会很多人哭 就不太好 不然就破坏了气氛 还有今晚不需要我唱歌的 因为有很多歌手已经是表演嘉宾来唱歌 甚至好像有消息透露呢 新人都会下场的 那到底是怎么样形式去表演呢 就真的大家要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是否就像这样一样的物色鞋 那样的对象 我今天如果想打扮漂亮一点 都是为了希望可以配得起Louise 新人有没有想介绍男生给你认识 我认识兄弟团 有什么意思啊 兄弟团里面有好几位其实早已认识 例如麦大力 还有郑彦峰Lanard 对啊 而且就算主持也是6号 你看到也是一个固定班底 我还记住这个班 还记住这个班 当当认识一下Auntie Uncle 今天挺好啊 认识了他们爹地妈咪 很nice 新郎哥 哇新郎哥 这个是101分 非常好 不单止大家见到的高大威猛 英俊瀟沙之外 最紧要的是她爱Louisa 可以见到其实Louisa的 就是在婚礼上面 各个细节都用心的 所以Louisa其实都很忙 可能有很多要处理 但是Keep永远都会在旁边 就是很关心她 甚至是无微不至 有时候看到Louisa 可能有些东西 可能忘记得拿到 电话 不知都放在哪里 全部都有Keep 在后面 就是帮她管理好 你看到他们 簡直是最佳拍档 一个在前面冲 一个在后面 一个在最佳的后盾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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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